大家歡迎收看 GameplayHK 由阿俊 歡迎來到動物園,上集我們就引入了白老虎 以及利用了其中一個獅子園去改建成為他的家 現在就繼續美化這裡,我首先想弄一個鬥 我就不想只做一個山洞出來這麼簡單 其實就可以利用類似這種想法 去製造一間屋子給他 因為老虎是會爬樹的 這隻可以,看一下 本身這個位置已經有一間屋子,其實他可以在這裡休息 只要放一些墊在這裡就可以了 當然我就不打算用現成這隻 花點心思組一個比較漂亮的 我就會用這隻可攀爬的平台 4公尺乘4公尺 因為要用這隻才可以當地面任我們去移動 木板四隻角的位置就放回支柱 接著這塊板我想它再升高多一點點 接著就做斜台 這邊就這樣,然後再鋪了幾枝木做回支柱 接著再做斜台可以讓它走上去 我想做大工程一點點,我想繞個圈過來這邊 做高一點,乘火車過來的人就有機會看到老虎 不過現實世界就沒什麼可能這樣建造 因為如果這樣建造,可能也挺吵的 又不用所有平台都用木頭的 其實用一點石頭我覺得都可以 這邊我就想用一些可以攀爬的植物 萬藤好像可以,不過萬藤用起來就比較煩 這條完成,然後再移動一條過來 最後我就找了這隻 東吶風的未由七木材 可以鋪上一條萬藤 這裡有點虛偽無所謂 老虎正常來說它應該可以爬得到才對 好,這樣我想它應該可以爬得到上來 穩陣一點點,先看一看 看到這裡有綠色線就代表可以走得到 整個屋子的頂部,這樣就不怕下雨了 希望大雨的時候不要撇上雨 接著又到這裡了,因為我原本打算是觀看台 但現在我就想做一些改造 令到它可以過來這邊,接一條道路 所以這些玻璃我要暫時先拆掉 但如果現在要建八公尺會怎樣呢 大家看一下這條路會很噁心 因為就小一點 我們先用六公尺 接著上升一點點,一級就夠應該不需要太多 地下我要弄一粒一點點 不然待會我們鋪完橋之後 老虎不夠位穿過就慢慢了 現在再試一下鋪出來 這個位置應該足夠老虎走的 然後就要看看老虎會不會可以走得掉 如果他走得掉的話,我們就要看看怎樣可以防止他逃走 落水之後我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這隻老虎是不能穿過橋底 在這邊建的樓梯才行不行 斜度高一點應該就可以穿過 這樣 會有一個暗斜上來 再下來 這樣的話老虎就應該可以正常游泳 OK,完成 還有也要做一些欄杆在這裡 感覺上已經安全很多了 已經 這條路我就想將一些圓頂的玻璃移生出去 不過這樣做的話就要逐快逐快慢慢去尾條 用這隻芝柱也可以,這是新世界建築植柱 首先找一個路面沉在底 最重要是看看會不會穿過路面 不穿就沒問題 然後複製多一枝,讓它長一點 大約來到這裡 先將這兩個圓項群組成 接著我們再微調一下位置 將它放在路中心 這招就要升高一點 它不能碰到玻璃正中心都沒辦法,我們裝模仿 接著又到種樹了,因為現在植物是非常不足夠的 看回我可以建的樹其實就不是很多 主要就是這隻羅望子樹 又或者這隻燥皮華樹 其他那些其實就不是很適合用,要不就是泊樹 雖然都可以蓋魚樹,但是這隻樹 它太阻礙我們的景觀 種完之後我怕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不如種幾棵羅望子 羅望子有4%好像都很喜歡 我看見它 種了一棵桑樹在這裡 接著就 我想這裡也可以種 不過種完樹之後我一定要看看它會不會在這裡走路 弄了差不多了,不過這個位置我要再微調一下 因為我發覺 它經常都說我的老虎會在這個位置逃走 這麼大塊石,你走不動了吧 好,這裡已經沒事了 已經有遊客進來我們的園區 不過我想他們應該沒有這麼快有什麼特別感想住 孟加拉夫來說太熱了 看看 他們適應溫度是12至40度 這裡真的熱得這麼嚴重 我們先看看 其實都沒有想像中那麼熱 你看這個位置 清涼的,在旁邊這裡紅蕩蕩而已 好吧,我先裝上風扇 放一個在這裡,我們設定溫度 20度,其實環境溫度都是37度,怎會太熱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食物豐富化措施 這個位置已經有氣味袋 其實我不希望遊客在外面看,盡量走進來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把食物豐富措施放在這裡 你看可以這麼近距離 這樣看到一隻老虎,你都不是說不過癮 那這隻在這裡做什麼,動作像是在修理 又不是在大便 可能便秘修不出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加一些捐款箱 崎嶇? 怎麼搞的?為什麼這個位置會站?斜少少不給擺? 可惡 那這個位置不是蝕很多嗎? 這個位置又放過 再放一個在這裡,不足夠,希望他們會多捐一些 再看看豐富化也不足夠,我們要再放 它需要的是玩具,玩具的話 這裡有個氣味板 放過一些 吃東西放在中間 接著我們放一個魔爪柱在這裡 他們就已經滿意了 但是進口這裡我都想再做少許微調 就是用石頭砌出頂 就是用石頭砌出頂 好,那這裡就完成了 裡面這個位置我都要再做少許微調 因為之前我沒有做裝修 所以人們未必會說很喜歡進來這裡也不成功 因為上面這個位置是岩石風格,所以我就要用石頭的地板 我想高度就這樣,接著我們要 這樣 移到這裡 地板就已經可以了 好,那場壁我就用這一個 都是同一種花紋的牆 我就不將它組合到地板的位置 因為如果我組合到地板 這樣抱起來就會很麻煩 試一下這樣 還有我看看可不可以將地形弄凹它一點 行啊 那行了,我繼續用這隻牆去砌 好,這幅牆來到這裡先 那我們就要微調一下這裏的泥土 這條隧道的頂部我就砌這隻石膏地板 因為這樣白色會光亮一點 那一陣子裝上燈應該就會蠻好看的了 現在這樣就比之前好多了 因為之前完全就是開作完立刻就用的感覺 老虎原進口這邊都還要再改造一下 那我就先把木頭拆掉 我想用石頭去遮蓋入口的不漂亮的位置 好,這邊就完成進口了 接著就是做一個 按鈕,告訴別人這裡有老虎 我唯一找到老虎印象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老虎潛銷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些彩色的 例如這樣 其實好像這樣也可以 接著再組裝 這個會不會太小?差不多了 大家都只是這個尺寸 顏色我就想選擇橙色 就這個 這裡就可以了 一眼看到,這邊就是老虎,這邊就是獅子 現在我們穿過這條隧道 隧道我應該都暫時放不到什麼 就照樣放著這些保育教學牌 穿過隧道出來就是我們以前的觀景堂 就這樣前往就會看到老虎的鬥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攀爬架 他們如果要吃東西就在這個位置吃 可能我的石頭要放低一點,再看看怎樣 接著在這邊我們就有一個他們玩的玩具 左邊就有水 出來之後又可以看到這個斑馬原地 還有如果坐火車的話 就可以隱約看到老虎走過 又或者走前一點 還會看到他的鬥 不過我就怕會不會吵著他睡覺 現在我們就一邊去觀察老虎 一邊等醫生研究,以及等他們生寶寶 你們真的吃多少,整天都看見你們研究 後面就準備看看他的款式 不出的話我覺得也是便秘的 在爬上來了 我都說整個鬥在這裡好 但為什麼你要走這麼邊緣呢 一會兒不覺得他掉下去怎麼辦 居高臨下 爽了是不是 我覺得他的樣子很安心準備睡覺 剛剛又有車經過 不過我覺得他們真的 好像在乘過山車一樣 是看不及的 終於讓我等到他們交配了 有時候我們是不可以等左上角的提示 一定要盯緊他們 但好像沒什麼特別 有沒有這麼懷孕 等到幾個月他就有BB生了 這兩隻瘋狀在這裡叫,然後紅聖就走過來 有可能是瘋狀腳臂,所以叫紅聖過來 幫他按摩一下也不定 西非獅快生產,我們在這裡看看 再看看獅子BB 看看這次生出來的就是紅聖狀 你走到哪裡,走那麼快 耶,出生 出生 這次生出來的就是紅聖的BB 你走到哪裡,走那麼快 再看看基因其實都不差 看體型就83,瘦命75% 免疫力非常之高 非常好 我猜不到這隻同牌的都可以生出一隻這麼健康的獅子 出來 好,孟加拉夫已經研究完成了 一起看看他的百科 看看他的主食 就會吃一些加工的肉品 全圖就是整隻雞或者鴨鴨湯給他吃 還有要給他一些魚吃 其實老虎會不會捉魚 我看生態節目好像沒見過他們吃魚 看看他有什麼小知識 先看看 犬齒長度可達90毫米 這牌其實都很長 不可以說笑 在孟加拉圓岸的紅樹林裡面就住了大約400隻孟加拉夫 而且他們是比較小隻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在紅樹林裡面的鹿 體型比較小 所以令到他們不夠食物 就生到這麼小隻 第三樣就是孟加拉夫喜歡游泳 是游泳健將 適合了,我們有兩條河給他游泳 第四,在紅樹林工作的工人就會在後腦帶面具 最主要原因就是包科動物如果要襲擊獵物就會在背面 如果你後腦有面具就會令他覺得你好像長期看著他 他就不會突然襲擊你 這個做法其實都很聰明 第五就是老虎的尿液聞起來就好像奶油爆谷 因為兩樣東西都有同樣的芬芳香味化物 糟糕,如果大家一定吃什麼有爆谷味的話 就要留意食物 特別在孟加拉夫的動物園更加要小心 不然你在吃很好吃的東西 可能就是吸了一些東西下去 好 沒有什麼預備動作,所以就要生下來 先看看這隻老虎BB 小小小的很高興 還有兩隻出生,一共生了三隻 但是老虎BB 小小和寵物很像大一隻差不多 再看看他的叫聲,其實都很像貓叫 因為我們多了三隻小老虎的關係,所以食物豐富化就不足夠 加多一個限制吸食器 先放這裡 不然我們的自養員要補東西的時候就很麻煩 放一個在這裡,讓他一進來就可以馬上補貨 另外我想多放一個玩具,放一個紙箱在這裡 看看小老虎會不會玩 還有剛剛出生的小老虎也有一隻金牌評級,就是這一隻 看回他的基因其實都不錯,生育能力有100% 有一隻銅牌,不過這隻銅牌差很多 遲些當他大了我就會賣掉他去 另一隻熊聖的孟加拉虎BB,他也是金牌的 體型不及剛才我說的那隻,但還是不錯 你竟然下水 叫回獸醫 幸好人們還沒恐慌 但麻煩你快點上去,待會你給旁邊的獅子襲擊就麻煩了 我知道你游泳很好,那你也不要過來這邊 Oh no! 慘了慘了,魏姬來了 緊急捕捉我給你1000元 沒事,不用走你們,沒事的 醫生 麻煩你,你只是在旁邊 可惡 即是說我們水的這個位置 剛才他在這個位置走掉的 剩下一點點,看你怎麼走 現在我收改完再看看 應該就沒問題 剛才走掉的那隻已經被醫生回收了 應該就已經放了回來 我猜 在搬 謝謝 今集我們暫時就玩到這裡 已經建造好這個老虎園 以及一次過生了三隻老虎BB 看來就會為我們的園區帶來不少收入 下集我又要開新園區養新動物 大家可以給一些意見 看看我到時候會養什麼 我們下集再見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